破译到底破译的数字 由柯友伦与黄鸿生共同主演的电影《镇头》 二号开心庆功 这部电影从不被看好 至今已成为破译票房冠军 导演冯凯德之后更是有感而发 全世界除了我老婆 跟我的另外一个partner 浩哥以外 没有人支持我拍电影 其实我说实在 你说我是原梦也好 我还是想拍一部戏 我想拍一部跟别人不一样的戏 票房破译后 黄鸿生将实现诺言 带歌迷去日本玩 在旁的柯友伦也突发奇想 要有另类的庆功方式 如果大家如果对这部电影 真的觉得很棒 很想还倒的话 OK 我可以带着大家还台湾一圈 可以吧 如果快一点的比较好吧 如果不行的话可能会有点慢 所以就想一个方法 电影票房创佳机 让所有人都开心不已 而两位男演员都承诺要带粉丝 共同出游 也希望他们说话算话 才不枉粉丝支持 搜狐视频娱乐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